大家好 我是老胡 好几天没做视频了 是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下雨 我们也不能到远出去 有时候停下了雨 我们就遛遛狗 就在附近 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抖音的账号找不到了 我用的各种方法想找回抖音 当然到最后都是要我的身份证 我来加拿大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有第一代身份证 所以输进去也不管用 所以我希望网上的朋友能得帮助 最好能抖音工作人员能看到 最好帮助我找回抖音号 客户电话 还有海外的电话 我都打了 没人接 而且他给了一个email的账号 我用那个也没回 担心我的抖音号的朋友们 一些建议我没法及时回复 这是主要的问题 现在我转视频转抖音 还可以继续转 我都是发在西瓜视频 它直接同步传上去的 批评更能使您进步 当然每个人都喜欢 听到赞扬的 点赞的 我就不一样 我就更喜欢大家赞扬 你喜欢更喜欢赞扬 我就更喜欢赞扬 给点赞 开玩笑 我就比较喜欢 我比较喜欢网友们的互动 提出赞扬也好 建议也好 这东西对自己有帮助的 对自己有提高的 我们虽然年纪大 当时还必然是新手 学会了一点新东西 很难把它记住 学一个新东西 要不经常用 又忘了 它不像年轻的 虽然它们新手 它们进步很快 我们没法跟它比 所以视频的质量 确实提高很慢 但是我们都尽心做 有网友的评论 网友的建议 网友的点赞 非常高兴 非常感谢 但现在没有了 现在挺着急的 怎么尽快的找回我的抖音 我路着巷 还有老伴在打着伞 规格挺高 已经是二月份了 二月初的雨水还不少 它这里下雨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雨不大 也没什么风 就是下个不停 捏捏糊糊的 从早下的晚 从晚下的早 但是偶然呢 也会小一点 就抓紧时间出来走走 主要是溜溜狗 我让大家看看这个豪宅 这些房子都不错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来说 可以吗 我来说 我来说 现在雨越下雨越大了 我今天就录到这里吧 谢谢收看 再见